我的普通 剛剛這個董哥講的 我在普通網路上一個笑話 就把美國的那個心態表露無遺 網路上一個笑話說 美國為什麼入侵伊拉克 因為他懷疑伊拉克有核子武器 所以入侵伊拉克 又再問第二句話 為什麼美國會入侵利比亞 入侵利比亞 打入利比亞 因為懷疑利比亞有核子武器 然後又問第三句話 那為什麼美國不敢打北韓呢 因為北韓真的有核子武器 這個就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從過去 16 17 18 19 20世紀 一直到21世紀 帝國主義依然存在 所以我說 您不要看現在北約NATO 法文叫歐洞 美國駐軍在那裡 你知道美國駐軍的大兵 在歐洲是有特權的 其實歐洲國家也是敢怒不敢言 一樣 所以很多 尤其法國敢講話就只有法國 其他國家德國不敢講 法國人敢講 原因跟我們一樣 所以你看到法國電台 講美國的時候 跟這個節目講的 立場是差不多的 原來我們長得像法國節目 德國能講什麼呢 他的總理都被人家竊聽 他 他